现代人的只为自己的自私已经影响到了孩子 什么样的夫妻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 夫妻两个人关系好坏 完全影响着孩子的健康的成长和他们的性格 如果一对夫妻爸爸妈妈恩爱 孩子的性格健康 如果爸爸妈妈的感情淡薄 孩子就非常的任性和自私 如果这个妈妈强势爸爸懦弱 这个男孩子一般是胆子比较小 而且有点自卑 如果爸妈过早的离婚了 孩子就会变得越来越冷漠 没有安全感 如果爸爸妈妈每天活在相互指责当中 孩子就会非常的敏感 爱找借口 而且非常的执着 不听话 所以爸爸妈妈如果爱打架 孩子就喜欢暴力 脾气大 暴躁 家和万事兴 家是无对错 只有中英国 我们学博人知音懂国 记住了 家里是讲情的地方 不是自私讲理的地方 善待因缘 讲理的地方 那是法院 我看来 我看来 是